哈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正单努力的彭磊 本期视频在大家去看一个 我前段时间无几间误入的一个农贸市场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我本来想去拍一个前段时间在公里旁边 两块钱能买到16个睡觉 那个大姐的那个睡觉店 就是我边打天边找边找边找 找到了他所在的一个农贸市场 然后我一看就惊呆了你知道吗 我一看好价 这么多民工全部都在这个农贸市场里面吃饭 而且这个农贸市场里面卖的东西也特别便宜 5块钱能买7个那么大一龙的那个包子 然后有5块钱随便续碗的这个和了面 还有6块钱自己随便打菜的那个快餐 真的就跟我以前拍的很多的那公里旁边的 吃的都差不多 还有个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这个农贸市场里面的老板基本上都认识我 然后我去那个老板就说 你不是那个拍那个水饺妹的那个人吗 我说啊你在哪看过我的视频啊 就当时就觉得就特别羞耻 然后我说来来来给我拍一拍 好既然老板没让我们去拍拍 那么我们就去拍一拍好吧 带大家去逛一逛 Let's go s 这个水饺店就是我以前拍的那个工地上的那个水饺店 你们在卖了个在工地上一二千吗 在这边卖了个工地 比的高一块 比的贵一块是吧 啊 这个是你一块的贵一块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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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乖开来的 不开你 真的 这不就是生花吗 不不不 不喝不喝 不喝不喝 两个人不喝 你给我开吧 谢谢 你现在菜能的很好 刚才的干 干事也不错 早点没吃饭 中午没吃饭 早点没吃 没吃 咱们炸了 加一会儿 葱一盆 啊 吃来吧 得来吧 哈哈哈 都一样啊 有饭吃 吃着包包的 总得来起来不怪好 饿不住 这个时候离家里 哦 你是怎么从这边啊 加成南方的那边的 我是入口的美女 哦 你是拆监户啊 不是拆监户 买这花的 刚开始干 以前干什么的 以前在上网站开洋馆 哦哦 开洋馆不行啊 不整天啊 整天人家刚干净 5点以后上网站下边就没了 哦哦 这边不离家里 先从小孩要方便 哦哦哦 好 早安 现在几天开始忙活啊 不到八点吧 不到八点 就自己一个人呢 还是有帮帮的吗 有自己啊 自己哈 这菜多啊 新鲜 当天买 当天买 嗯 晚上送了一份 连月一份就吃了 哦 就是在这摊味上就吃了 基本上就是对外的一份 哦哦哦 也送了一下 嗯 这银龙包的它有五百钱 七个 一龙七个五百钱啊 还有 四百 那确实很便宜啊 哈哈哈哈 牛肉五百钱七个 嗯 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5块钱关锅 来 这个蛋黄面 5块钱再起吃的 火葱牛肚的 5块钱再牛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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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 在巴西 巴西 那一碗面30块钱 多少钱 30块钱 30块钱 在哪 喝到人民比90块钱一碗 在巴西 巴西 你在巴西煮面 你还去巴西煮面 那巴西一碗面30块钱 30块钱 他们那边 8块钱 然后喝人民币是90块钱 90块钱 哇天哪 那边吃面条是他们日常吃面条 以前的巴西做拉面 我坐在那做拉面 嗯 炸拉面 拉面 他得给他表演 得表演 你的腊肠 他没见过 他没见过 他都看 他都看 他吃面条都掺了个掺的哈 花家鸡 嗯 好了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 大哥的这个面吧 其实我这个视频已经拍了 这是拍了第二天的哈 已经拍了两天的这个视频 这个面呢 是5块钱 随便吃 然后加入的呢 可能要单付钱 但是大哥好 就是一直都不要我的钱 好不容易付我去10块钱 我也不知道购不做 他就给我加了一些这个肉 然后给我加了一勺这个西红柿鸡蛋 然后又给我加了这个豆腸 然后又给我加了这个火水腸 然后后来又让我尝一尝这个包子 这说的话有点太多了哈 咱也不客气 他就把这个全味都吃掉好吧 哇 你这也完了干掉吧你 干掉了 我还能再吃一个包子呢 哇 我吃不了了 一个包子就像 吃不了了 哈哈 嗯 特别好吃 我喜欢的真的特别好吃 就是这个面条就是相当的有味 可能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汤熬的 我觉得可能是味道比较正 我会不太想吃 但是放在这个面里面这个肥肉我就觉得真的有点香 嗯 嗯 这个汤筋是浓郁可口咸香肉味 这个味道真的一点都不比 在这种大面馆里面吃的这种面条的味道差 毕竟这个老板是在巴西干过拉面的人 这个面条在巴西的话是卖38米好像是 老板说合80到90块钱一碗面 然后一般呢在巴西吃这个 吃咱中国这个面条好像都是有钱的 老板说的哈 我不知道真味 尝尝这个老板的这个包子吧 这个老板的包子就是超级实惠 5块钱一笼 一笼有几个 7个 5块钱7个这么大的包 嗯 嗯 嗯 在这吃饭吃的基本东西感到吃的 都没有生回来的是吧 那是生回来的 对 不是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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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 那是农贸市场嘛 对吧 对 感觉要吃 嗯 吃饭吃的 这个市场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感动的地方 这里有便宜实惠的饭菜 有热情的饭菜老板 有勤劳的打工人 在这里7块钱就能让民工上班族居民吃饱 这里有空调 可以在炎热的夏天提供一个凉快的地方吃饭 这里也算得上是干净卫生 在边际工地塔调林地的城市 就这么一个能够让人安心吃饭的地方 真的很让人感到舒服 以前总是想 为什么不能规划一个地方让工地饭菜统一经营 这里好像就是小巷种的样子了 希望这样的地方能够更多一些吧 我是正在努力的蓬莱 本期视频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